環境部長肯特今日表示 加拿大自今年以來 已經透露不會再續簽京都議定書的議員 目前將會致力於遊說各國 簽署本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提出的協議 本國前任自由黨政府1998年加入京都議定書 但就從未達到議定書所規定的減排標準 2006年保守黨政府上台後 制定了在2020年之前減排17%的新目標 這個標準與美國一致 但低於京都議定書的規定標準 保守黨政府表示議定書的標準會損害本國的經濟 同時強調世界上三個最大的污染國 美國、中國和印度都沒有簽署議定書 而任何不包括這三個國家的減排協議 都是沒有意義的 因此加拿大開始推動一個 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新的協議 本國今天在宣布不再續簽京都議定書的同時 還宣布將會撥款12億家園 用於在未來三年幫助貧窮國家改善氣候環境 要超過 beach劇 Kathryn 站在我看的 Hugh